美國司法部撤銷了對去年因簽證欺詐 而被捕的5名中共軍方研究人員的起訴 這些案件是司法部中國倡議行動的一部分 該項目在年前由川普政府啟動 目的是防止中共盜竊美國技術 司法部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媒體 違反簽證罪的懲罰通常是幾個月的監禁 這些被告自從一年前被捕後 都在美國被拘留或者受到其他限制 司法部認為對這組案件的進一步訴訟 將不必要的延長被告離開美國的時間 被撤銷起訴的中共研究人員是 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宋琛 加州大衛戴維斯分校的訪問學者唐娟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工智能研究員官磊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生物醫學訪問學者王新 和印第安那大學的人工智能博士生趙凱凱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 空了 日後 不把 我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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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